字幕提供 各位投資網友 大家好 歡迎收看照例見古知心的鎖盤節目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目前大盤看一下 大概在平盤附近 進行所謂的一個整理的格局 那我想指數的看法沒有改變 指數正當整理 那我想还是趋吉避凶 布局一些展望家的一个个股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当然还是先提醒大家 还是先提醒大家 要加我们LINE at at GOOD158 at GOOD158 或者是扫QR Code 你可以收看到最新的节目的通知 请选股的分享 等等 总心趋势走向 等等关键的一个报告 我想这一部分 大家可以QR Code 那要记得加入之后请联网 请联网然后按加1 按加1 那另外的 除了LINEat之外 当然还有Telegram GOOD158 那FB 建古资金王兆利 FB建古资金王兆利 那另外的 YouTube 王兆利分析师 你可以Google王兆利分析师 或者 扫QR Code 那不过很重要一点 要按赞 加订阅 加开启小铃铛 好 那 你就可以搜寻到 有最新的节目的 我上节目的 一些的一个影片 就会在这个地方 你要按赞 加订阅 加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 你就可以 收到这些的一个 节目的一个内容 节目收看的一个节目内容 那像今天 像昨天是 上 这不是新闻啊 昨天晚上 是上这不是新闻 那今天 今天要上我是新前报 所以你也可以 自己去看我是新前报 看或者是等 加入这个YouTube 那他会通知你 他会通知你 记得 那我想当然这部分 就不再多做说明 这个是我们建古私心的一个名词的由来 好来 那当然关心的 大家关心的 当然我跟大家报告 其实我的看法 大盘的史书的看法 没有改变啊 还是这样子 你这个地方 说真的 你要连续性的强涨 困难度非常非常高 因为我都一直跟大家报告 当然昨天涨 那现在其实在这个位置点 我个人觉得 真的会震荡 真的会震荡 那你说短线 会不会大的也不至于 那会不会大涨也不至于 那最主要其实就是美股 因为美股的财报之后已经进尾声 那你看一下美股在财报的这段时间来讲 所以 有时候股票就这样 其实股票 我觉得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当涨的时候 突然之间大家就非常非常的乐观 对不对 当跌的时候 跌一段的时候 大家非常的悲观 羊群效应你知道吗 就会有羊群效应 就好像 所以你这样操作股票 我真的搞不太懂 这样操作股票 基本上你会赚钱嘛 偷偷下来 不可能啊 你都要追高杀低怎么可能 对不对 所以以我的如期来讲 我们是要事先把一些东西规划起来 就像这一波真的指数从低档上来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真的看多 大家知道 教会员持股的比重要提高 不要因为之前下掉了 持股比重不提高 那现在 持股比重要降低 在这地方就像我们今天就有降低了一档 卖出一档获利的股票 其实我们的操作是有弹性的啦 在这个地方的操作难度它一定是高的啦 17,600点这附近的操作难度一定是高的啦 因为你看一下嘛 因为美股它短时间会进入整理 假如美股没有真的连续性的上工 因为财报已经陆续的快结束了 那台股 你看台股的农资虽然是20天 又增加229 连续20天 连续20天增加229亿 你说它很多吗 也没有 你说它还是少吗 也不会啊 也不少啊 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 就是 对所以台股17,600点 这地方震荡 我想都是合理的啦 那留意做梦提倡 除了要有做梦 其实我讲的做梦题材不是真的是完全做白日梦 是要足梦踏实的那一种啊 那一种梦的股票 因为你要有财报跟未来展望家 展望家你才会有足梦踏实啊 不然你等一下做成白日梦 那很麻烦你知道吗 白日梦 你要足梦踏实的梦 那个才叫做好梦 那假如白日梦 我跟你讲还是噩梦 那吓死 所以大家要搞这些 那我们再看一下 所以这个地方的操作 大家稍微持股比例 现在我就跟大家讲 像我们真的有时候都会解码股票 所以那有的我们会续报 我想不一定 那因为解码股票我就不讲 我想我们有时候不要讲 因为这样会对各股的股价的影响会有一些的变化 那好你看一下美股通膨 美国通膨飙升 小型股有可能热钱极涌 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 我跟大家讲结论 就是说其实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就是为什么 因为去年的时候疫情 你看一下我先跟大家讲 你大概有些东西 你要有一些看法 你比如说小型股表现出色 为什么你看一下本月以来 就11月1号到现在 罗素2000这个是小型股的代表 大概本月涨了5% 那标普500比较代表的就大型的成分股 大型的股票 1.7% 所以它比它涨了多快两倍多 大概多两倍 多两倍 那为什么 因为有研究报告 当通膨升温的时候 那小型股表现会又一大型股 不过 不是只有通膨升温 你要未来的景气看法 是乐观 好 那你看一下最重要的就是说 罗素2000成分股今年第三季 就是这小型股以小型股为代表的 它估计 叫去年同期暴增475% 远关于标普的第三季的获利 YOY跟去年同期第三季做比较 它只有成长42% 所以小型股的营收优于 同样优于大型股 就是说 那为什么小型股会优于大型股 是因为你比较基础的关系 因为我拿这个是跟去年同期做比较 那假如去年第三季 其实大家知道去年第三季还是有疫情 去年第三季 美国的疫情还是非常的严重 那是今年的第三季比较没那么严重 去年第三季的时候 秋天的时候 其实还是非常严重 所以当疫情严重的时候 影响到的会是什么 餐饮啊那一些航空啊等等 当然那个影响大 那对小型股 中小型股的影响 会比大型股来得大 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 可是所以 在去年第三季的时候 它的基期相对上来讲比较小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今年当然第三季 景气已经复苏的还不错 所以当然 基期低的 去年基期低 所以小型股 所以最近 所以它预期未来 楼市两千个票五百的差距 还是拉大 它看好 未来中小型的一个个股的部分 那假如以上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 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 最近来讲的话 当然台湾的股票 也是涨中小型股最近 就是中小型股 那不过台湾的中小型股的部分 很多不是因为获利 我想你也知道 你应该也知道 美国涨的中小型股 大概是以获利为主 台湾涨的中小型股 大家也知道 不管元宇宙啦 不管是什么其他的 有什么低轨道会计等等等等 不管啦 其实都不是以获利为主 这是有些大概就是草梦啦 筹码啦 我想这个你知道 所以当我们了解 未来的股票 有可能美股会是以中小型为主的架构之下 那我们去买 当然我的意思就是 假如你要有绩效 这个地方你当然 基本上你不要买那种非常非常非常大的股票 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 股本800亿 1000亿 这种股票基本上来讲 或者是市值非常非常大的股票 我觉得这种 相对上来讲 在未来 那我讲的中小型股不是叫你买那种成交量只有30张的50张的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买一些中小型市值的股票相对在未来的表现应该会是比较好 所以我们在看东西的时候 其实我一直跟大家强调我们有我们的一个思考的一个逻辑 我想我们也会有我们的一个思考的一个逻辑来跟大家报告 大概是这样的情形 那因为今天盘中有解盘 那其实说真的 这个大家我想 我的会员 我的听众 我的粉丝 大概也都知道 我想记忆体的部分 记忆体的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过 大摩那时候开始从8月份喊空 其实我列这些 我列这些说真的 还少看 其实说真的还小看他了 他其实 还有习邦啊 科技啊 等等 其实那时候在这段时间的时候 其实我都跟大家讲 No Flash 立即型记忆体真的不是这样子啦 那我也跟大家讲 这些以现在来看 它不是一个景气循环股 我也跟大家讲 你要相信我 那这个是美光的部分 标准型记忆体 我跟大家报告 他就不一定了 标准型记忆体 我一直跟大家讲 标准型记忆体 我就不认为不一定是 所谓的 所谓的一个景气循环股 不是所谓的景气循环股啦 可是面板 我一直跟大家讲 面板是 面板是 那我想最主要当然是因为竞争力的问题 竞争力 就像No Flash 或立即型记忆体 其实说真的 在低密度的部分 台湾非常强啊 台湾非常强啊 那好 你看一下 我也跟大家讲过 我想有些东西 我不在做做说明 我只是让大家看一下 其实你对未来的产业的了解 真的很重要的 多少人这些股票砍在低档 然后之后再慢慢的出现利多 再慢慢的出现利多 当你现在看到的时候 其实你假如砍在低点的时候 你是情而以堪 预创的股价 预创也是 例经型记忆体 我不是叫大家买这种股票 因为这种股票比较投机 预创的股票 当然它有很多题材 约宇宙 可是我不是 我不会叫你买这种股票啦 说真的 在这个位置点上 因为你在这个位置点上 我觉得你去买它 你除非 停损停地 真的一定会执行 并且有可能就设个5% 7% 那当然你可以玩 可是我相信很多的投资人 不是这样玩股票的 买进去的时候 心里都会想说 还是在那边买的时候 心里都会想说 好 我一定要严格执行 停损 停地就算了啦 停地你没严格执行 还慢慢上去 我一定要严格执行 停损 结果买下去之后 就不停损了 你假如是这种人 买股票不停损的 千万不要去买那些投机股啊 我讲真的啦 你会痛不欲生啊 你真的会痛不欲生 你假如去追高那些投机的股票 本值股价已经大幅超越 本值的股票 真的不要去做买进啦 你就不要理他就好 你就不要看他 你看他不要买他 大家都知道 假如你不会停损 这些股票是让给 会停损停利的人在买的啦 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想是这样的情形啦 我不是说不能买 你假如真的你没有办法 真的严格执行停损 真的没办法 比如说跌5% 跌7% 你就没有办法严格执行 那我跟你讲 不要去玩这种股票 对不对 那你看望宏是不是也是一样 望宏那时候 大摩不是一直喊空 就事实证明 你看股价又接近了 前波段的高点 你说这种 谁讲的对 我说时间会证明一切啦 好方店不是比较向上 你把它沿过来不是又到这边了吗 对不对 不是又到这边了吗 外资投信不是都在买吗 望宏不是也是一样吗 这些都打脸 打脸 这些其实我跟你讲 这个都打脸 所谓的大摩啦 大摩的部分 好那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其实电动车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我看股票 就是我们操作股票 有些股票我们是真的是拨断的啦 有些股票我们真的是抱拨断的 想要说我们认为这个产业趋势向上 那大盘没有短线上连续重挫性的风险 持股比整体的持股比重控制好 个股的持股比重控制好 个股的持股比重控制好 其实我觉得真的没问题啦 那我真的没问题好 那 那 当然最近的电动车有些股价 个股稍微的回档修正 那当然有些人就觉得 Tesla跌 对不对 今天Tesla跌0.4 跌几%我忘了 小跌吧 我看一下 今天Tesla Tesla 今天我看一下 1.94% 今天收盘跌1.94% 是马斯克 这个我想我跟大家报告过了 NVIDIA威胁 有可能威胁到Tesla自驾车的技术 好 那Tesla 其实你看一下 你说Refian 有跌吗 Refian今天还是涨了14.9% 再创新稿 那我也涨 NVIDIA西手Lumina Lumina Lumina 做光达指标厂 Lumina今天涨12% 它是光达大厂的指标 Lumina Lumina 它跟NVIDIA西手合作 那你说亚光今天的跌 其实我只能说 当然啦 其实股票当然 我也希望天天涨 每个人都希望股票可以天天涨 天天涨 对不对 那当然有时候 其实我觉得 跌下来也没关系 你之前真的没买的人 你反而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上车 假如股票一直涨上去 其实你也没办法上车 那当然今天跌 我想最主要是 因为昨天拉涨停 那有可能有隔日冲的 那一杀下来之后 大家又怕了 股票不就这样子吗 就像昨天快拉涨停的时候 一堆人去追 今天跌下来的时候 一堆人去砍 那追高杀率 我也不知道 其实我说真的 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 讲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操作 不对 我不知道你要怎么操作 我想是这样的星星 那你问我亚工 我跟大家报告 这种是趋势上的股票啦 你看一下 今年EBS挑战五块钱 有机会挑战五块钱 这种东西 趋势性的东西 我想你相信就相信 你不相信我也没办法 那当然你的持股比重控制 那你自己操作的 你自己要算是 停损停力 我们会员 我会带你进行操作 不用太过于担心 那元宇宙车电等等 反正其实我也讲过 車用的轻便的部分来讲 明年应该 供给缺口会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的状况之下 不管你自驾车 电动车 或传统的燃油车 其实明年销售量 都会越来越多 那镜头的只会越来越多 我想我们不太多做说明 那另外一块 低轨道卫星等等 低轨道卫星 那 其实低轨道卫星的部分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当然有很多股票 有很多股票 那当然 马斯克 新链计划 对不对 很多人 台阳 奇迹 一堆金宝 森达科 那其实就是说 这一波一开始由台阳 涨上来 对不对 涨上来之后 然后带动了森达科 也最近也真的蛮强的 然后其他股票 也慢慢上来 那当然这些的东西 占到领域收比重有多高 我想这个 反正市场热的时候 都是OK的 那我觉得 我觉得 当然 这些它是在扩散 低轨道卫星这个族群 它的 整个族群的个股 它是在扩散的 它是在扩散 当然你不要去追台阳这种股票 当然你不要去追涨很多的股票 可是我们可以留意一些 假如它的本益比是比较低 假如它的股价净值比是比较低的 再加上有集团的一个 加持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想都是你不错的选择 就是说 我认为在目前17600点附近 你的持股当中 你不能全部都是攻击型的股票 什么叫攻击型的股票 就是波动很大的股票 当大盘有时候 它的股票就是波动很大 有时候会大涨 有时候会大跌 现在你的这种股票 你就是要降低你这种股票 你稍微要有一些 所谓的波动不要那么大的股票 换句话说 就是它不会受到 今天假如大盘跌个200点 它有可能只有小跌 它不是说大盘跌200点 跌100点股价就崩盘了 就跌停了 那么麻烦 就是说 你有些在这个位置点指数 我说在震荡整理的时候 你有些要转善到 有些部位的资金 我不是叫你全部 我说你有些部位 你可以转善到 低股价净值比 低本益比的保护 股价位称没那么高 未来展望也算OK 不错的股票 对不对 不就这样子吗 好 那低鬼大卫星 当然很多人要封题材 提材 你说台阳致意 他们说 其实说真的啦 很多集团都想要跨路啦 那股票来讲的话 其实也很简单啦 我跟大家报告啦 鸿海当然就台阳 鸡眼汉 鸡眼汉持有台阳 反正这个是10月10号 10月1号到现在的涨幅 38 78 智义29 833 8 人保这样 那华星集团呢 华星集团金星也大涨 那所以你要汉宇博啊 对不对 5469的汉宇博 对不对 那现在也没什么涨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对不对 那你看一下汉宇博的部分 对不对 汉宇博去年EBS6.15 跟这些轨道卫星的来做比较 当然PCB啦 很多人P假的 5.54 今年前三期已经5.54了 昨天说百分之下46.5 你看本益比多低 非常低啊 亥博是什么 有伺服器网通等等 那又要马来西亚建厂 然后持有金城科 加连E 华星科 金星等等这些的持股 因为金城科只有金星278 好 那其实它是一个迈入 所谓的一个蓝海的部分 它已经不是之前的 所谓的红海 已经不是之前的红海 因为你可以看到 其他的EBS 大家有没有发现 最近这几年 从2013年到今年2021年 你可以发现那EBS 从负的0.56到现在来讲 其实前两年 都已经占上6块钱以上 那现在来讲的话 今年前三季已经5.54 所以今年大概应该有7块钱以上 7块钱以上 或7块半以上 7块半有可能 那以这样的情况来看的话 其实已经连续三年 都占稳在6块钱以上 所以它是直辩 大家说 它是直辩 它不是以前的阿斗啊 今天假如说 这一年赚6块 那这一年又剩2块 今年又剩3块 那就不一样 那都可以占上6块 代表公司的技术的水准 已经大幅的提升 产品的技术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毛利率是不是上来 对不对 这个是毛利率的部分 从2016年到 今年前三季的毛利率 对不对 是不是都上来 从大概13%上来到20% 你说这样不是 产品的优化吗 不是产品的优化吗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这个都是啦 这个都是产品的一个优化啦 那当然加联益的部分来讲 也是差不多啦 加联益第四季 第三季也转亏为盈 那其实最近大概 大概从8月份以来 外资买超加联益 也大概买了1万5千张吧 我想这个应该就是公司派在回补吧 股价也慢慢上来 股价也慢慢上来 那另外的元宇宙的部分 我想 就这些 一些的元宇宙啦 元宇宙的部分 我想 大家去参考一下元宇宙的部分 当然元宇宙我觉得像宏当店 这些已经开始在震荡了 那我想你真的要 当然你要找的话 我想你要找真的有EPS的 好那另外的 挖抗 我看法一样 我看法一样 这些比特币在历史高档区 那反正基加这种就是逢高前马 逢高前马 好那 另外的一块来讲 我想这一块是讲 有一些的公司 肥肠态大涨 之后 进入新肠态 回归到旧肠态 回归到旧肠态 它就是股价会跌回到之前的一个水平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它的股价会出现大幅的一个修正 进入新肠态之后 那股价 当然你要自己看一下定义 里面有 我想因为有时候我讲过就不太好来 钢铁股的部分 今天是不是 你看前几天我是不是跟大家 其实在高档的时候 我是不是跟大家讲铁矿沙 对不对 铁矿沙我在这边跟大家讲 铁矿沙不行了 真的因为中共已经在打压 不要忽略中共的企图心 它的一个决心 好那这下 下一次大家跟你讲 力差过大 有过大吗 对嘛 所以我就说嘛 其实有些东西 我想那些美港我都教你过了 我想不然 那今天是不是 昨天是不是 中钢开盘架 是不是开低盘 因为宝钢已经跌了 他不是跟你讲 金酒饮食吗 中钢不是跟你讲 金酒饮食吗 对不对 金酒饮食 结果呢 现在开的12月盘架是跌了 那现在跟你讲明年1月 2月 2月 相信他你就相信吧 不相信就不相信 反正你做钢铁你就看铁矿沙拉 好航空 航空当然很热啦 航空很热 那我跟大家讲一个逻辑就是这样子啦 他现在就是在反映未来的预期啦 其实航空的部分 其实当然今天大涨盘中大涨啦 其实我真的觉得 你看一下他的成交 其实我跟大家讲 我不是因为成交量很大 叫大家去避开啦 还是怎样子啦 我是不是跟你讲 这边的往上的拉抬 你最好都是逢高解码操作 我不是叫你去放工 我是说你可以获利了结之后 你先不要去理会他 为什么 因为这是EPS的关系嘛 我不是跟你讲10年的时候EPS嘛 对不对 这个是哪一家 华航那时候两块嘛 对不对 股价大概是两块多嘛 股价不就二十几块 现在要上二十几块 那今年至少要赚两块多嘛 明年啦 明年至少要两块多嘛 这个是去 这个是这一年赚两块多 股价才二十几块 这个是今年还没两块多 是预期有可能 会不会不知道耶 所以你不是说他也是梦嘛 他本来就梦啦 所以我跟你讲啊 股票本来就是一个 就是未来 股价本来就在反映未来的预期啊 那只是说有 有就变成竹梦套斯 没有就是白日梦啊 明年花晚我跟你讲 要是算不到两块多 或者是之后的夜期没那么多 我跟你讲 这种股票一定又大跌啊 那现在他就是在反映两块多的EPS啊 重点是今年不是两块多 是明年 所以他已经反映到明年的东西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那你知道疫情会怎样 我不知道 那基本上 因为疫情应该不会非常的严重 在未来 除非有变数 那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啦 除非你自己可以觉得明年赚三块四块 那当然讲 你觉得明年赚三四块四五块 甚至五块好了 你假如觉得明年会赚五块 那你就 对不对 你就去买它 就这么简单而已啊 我是觉得机会不大而已啊 因为这种东西很难去评估 其实这种股 我跟你讲啦 这种大环境影响因素这么大的东西 我跟你讲很难去评估啦 我再跟大家讲一个 所以你看好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看好 或者是你看不好 我只能说我的看法啦 这边就是你看 也是一样 EPS赚那么多股价上来 现在的EPS 长龙黄今年有吗 没有 明年大家一起买 我跟你讲过 航空到现在我的看法很简单 就是逢高前马 我跟大家报告一个逻辑啦 巴菲特啊 巴菲特两次买进 第一次买进航空股完之后啦 没多久 隔了几年 也长报了一大段时间 结果认赔砍出啊 你知道 第二次再买进航空股啊 你知道 疫情 这一波的疫情的时候 又认赔大砍啊 之后他跟你讲说 他两度看错航空股啊 他以为航空股有护城河 很大的护城河在那边 结果他自己 他自己觉得 我不是说你要怎么思考 那你 结果他发现 根本没什么护城河 并且外在的变数影响太大了 你知道我的意思 因为这些的航空公司 其实大部分都是负债 不是 就是买飞机都是 但是说真的借很多钱啊 利息费用都非常非常的高啊 所以我想我的 逻辑上就是我想我的看法给你听 我不是叫你要放空 大家还是怎样 我的意思说 你可以减码 那当然他也有可能会涨啊 因为市场热的时候他会涨啊 那我觉得以评价来看 我觉得这时候你再去买他 其实你的空间不大 那万一套牢也很麻烦 好我想股票真的是这样 那其他的这些东西我想预估的 我想这前两天也说过 我就不再多说说明了啦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你看一下我跟大家报告 因为这个那一天本来要讲没讲到 这个就是载客 客运的是这个 那货运的是这个 现在当然这个 货运的占74% 这个是长荣行的部分 之前其实都是载客的比较多 大家有没有发现 那现在他把车 把飞机改成载货的比较多嘛 载货的比较多 所以那当然啦 你也不要想太多 真的其实你也不要想太多 你不要以为 载货的这么多 载客的以后 又会非常非常多 就不是两个同时 都会增加非常非常多啦 我想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形 跟大家报告 好来那大家一定要记得 散户不一定会割韭菜 散户不一定会割韭菜 那我刚刚所提到的 这些未来展望的分析等等 你可以去参考 你可以去参考 那当然我的会员 我会带你进出 我会带你进出 那散户不一定会割韭菜 所以投资朋友们 两个选择 一个就是选择 你认为这个分析师是你信任的 对未来展望的一个看法 对的机会非常高 操作的胜率也非常高 第二种就是自己 非常非常认真的研究 可是说真的 这很难 这很难 因为我在券商很久了 其实看过的投资人 真的非常多 不要说投资人啦 其实 专业人士都很难 专业人士都很难 所以我想 我想你可以持续收看我们的节目啦 你可以真的 至少我讲的一些观念 大部分来讲的话 至少 都是比较正 对的机会非常高啦 对我不是敢说都对啦 可是对的机会非常高 好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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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B 健股知青王兆麗 那當然 我想你要交我們的會員 你想要交了我們的會員 當然我們現在在顧得頭顧 那我們當然 我有透過顧得頭顧 才是合法的正規的一個管道 那你有興趣 有任何問題 你可以打080055808 080055808 那最後祝各位投資的操作順利 謝謝 請推薦 你要交為 準備好 請選負 準備好 請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